夏威夷毛衣岛野火爆发超过一个星期了 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宣布将在下周一21号 跟第一夫人吉儿一块到当地堪灾 但是几天以来 灾民对于联邦政府的救援进度感到相当不满 也质疑夏威夷所设置的大量户外警报器 根本没有发挥作用 州长葛林强调 这样的警报是用在海啸跟飓风 现在也将重新评估野火期间的适用性 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 美国总统拜登终于敲定夏威夷野火看灾日期 拜登夫妇将在8月21号飞抵毛衣岛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同时宣布 拜登批准了夏威夷政府的请求 30天期间救灾费用100%获得联邦补助 但重灾区拉哈纳居民 早就不满联邦政府的救灾进度 对拜登即将来访 赶到无感 野火期间夏威夷大量户外警报器失灵 也让州政府饱受质疑 州长表示将重新评估警报的机制 野火爆发超过一周 仍有上千人失踪 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当地铁皮屋和货柜充当停时间 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灾区完成搜救 联邦政府从本土家派搜救犬 但强调犬之工作环境恶劣 将托半搜寻进度 索性灾区连外公路恢复通车 提升交通的顺畅度 各国伸出援手 日韩各自就捐出200万美元 约6300万台币 为当地的人道救援贡献心力 张力德编译